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鑫 昨天的美國股市 指數雖然小漲小跌 這兩天道雄的反彈之後 昨天晚上稍微回檔 不過在FED主席 釋出比較鴿派的說法之後 資金又回到科技股身上 我們看一下昨天的 美國股市的表現 道雄小跌70% 納斯達克漲18點 菲爾湯半導力漲11.79 其實我們應該注意的是 科技股 納斯達克其實昨天 繼續創下歷史新高 聽好 是歷史新高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老師今天台北股市 科技股表現並不理想 電子股沒有什麼動 反而是昨天跌得很慘 航運股 鋼鐵股 又紛紛漲上來了 而且還有很多股票衝到漲停板 老師 那這個盤怎麼看 最近真的很難做 我們先看大數據 待會兒我會跟各位分享 這個盤要怎麼看 股票要怎麼選 我們先看大數據 大盤今天瘦盤其實還不錯 對不對 今天漲了71點 多頭增加13檔 空頭少了一檔 老師 多頭增加空頭又減少 大數據分數是不是又上去了 是 今天大數據的分數 已經來到87.5了 87點多 昨天86.2 今天87點多了 我們看一下大盤距離 台北股市的歷史高點17709 以今天的高點來算的話 其實是不到400點 其實今天最高 今天最高17439 連300點都不到了 當然收盤距離高點還有一小段 可是我記得我之前說過 17709我看法是會過 那過呢 過當然不只是靠所謂的航運和鋼鐵 電子股一定要動 可是老師電子股不會動 這兩天 老師昨天看那個 昨天晚上或者是下午 甚至今天早上所有的媒體都說什麼 面板雙虎對不對 因為昨天 其實盤面上最大的消息是什麼 因為自營商竟然買了 141.93億 自營商買超金額歷史新高 大家很興奮 因為自營商 它其實裡面111億都是自營部的錢 不是所謂的避險 避險的部位 不是認購權證 或認受權證的避險部位 有一百一十幾億 是自營部的本身的錢 老闆的錢 昨天中壓什麼 昨天最大的消息是什麼 中壓面板 面板雙虎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晚上的 所謂的財經節目 這個面板應該穩了吧 股價這麼低對不對 群創股價這麼低 2409友達股價這麼低 感覺上是第二隻腳 昨天狂買 今天要大漲了吧 不好意思 你看 這是跟各位整理的一個表格 外資和投信買超了前15名 昨天 群創第一名 友達第二名 外資加投信昨天買6萬2千張 友達買了5萬3千張 這是買超張數 買超張數排行榜 外資加投信 買超張數排行榜 可是這兩檔股票有沒有漲 沒漲 各位看一下 真的沒漲 你看到這個消息去買股票 群創開高走低幾乎收最低 友達也是開高走低幾乎收最低 老是看到這個資訊去買賺不到錢 對不對 這些是不是公開資訊 是啊 你看到你上網也看得到 甚至你券商也看得到 也許你的營業員還會傳給你對不對 今天外資買超排行榜 投信買超排行榜 你有沒有跟著去買過 用買超排行榜去買 我就買第一名了好不好 買第一名的隔天會大漲嗎 不會 真的不會 我相信你的經驗一定很豐富 對不對 你看昨天就知道了 三大反聯手大買面板雙虎 今天面板雙虎竟然開高走低 你看到我真的氣死 可是看什麼比較重要 看我們籌碼大師晚上的籌碼表格 舉例來說 昨天的外投本比第一名是什麼 中飛航 每次在節目裡面跟各位提到 要吃法蘭豆腐就是 法蘭大買而跌的 請這邊放大一些可以嗎 左邊畫面放大一點 對 中飛航 台華 好 往下看 還有立台 對不對 都是跌的 這三黨大跌 請問一下 法蘭大買昨天是不是套牢 因為這兩黨 這三黨昨天都跌得很慘 可是今天就不一樣 老師好奇怪 大戶為什麼這樣做 大戶洗盤 對不對 大戶洗盤 所以 這個就是重點 我們怎麼知道大戶洗盤 你看 主力借洗盤偷偷吃貨 壓低甩短線客 昨天這幾檔股票 永遠被甩出去 你看今天 昨天外頭本比第一名叫中飛航 昨天大跌 剛看到的跌4%多 今天開離走到吉拉 對不對 中飛航 台華第二名 昨天也大跌 台華今天漲停板 立台昨天跌停板 今天變漲停 老師這盤真難做 如果你看著我們的籌碼表格 就很輕鬆 其實你剛剛看到了沒有 張數 因為張數是公開資訊 反而買幾張 比重就不是公開資訊 因為你必須除上它的股本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在問 老師每天的表格 比重到底是什麼東西 比重是什麼 我來給各位分享一下 各位你認不認同這句話 籌碼比重越高的人 對這個股價越有影響力 你認不認同 籌碼的數量不是張數是比重 比重是什麼意思老師 我們舉例來說 股本10億的公司 對外發行張數就是10萬張 那100億的就100萬張 好 所以邊邊來各位看一下 同樣你買1000張 買1000張 如果是10億的股本的話 你占1% 如果是100億的股本的話 你占0.1% 那昨天外資家投信 買了群創友達 買了5 6萬張對不對 群創友達的股本是900多億 900多億幾張 900多萬張 你要買1%要買幾張 要買9萬多張 他才買6萬張5萬張 連0.7%都不到 所以比重重不重要 重要 有沒有 這個量2.5% 中飛航昨天買了2.5% 台華買了2.5% 知道比重了重要了吧 我們再舉例來看 你會更清楚 你會更清楚 外投本比是什麼 因為我們每天 不是有外投本比表格嗎 外投本比各位看一下 外投本比是什麼 就是外資買賣超 加上投信買賣超 除上股本 用張數來計算 除上股本 剛才各位看 對不對 買超張數和買超比重 買超張數前幾名的 今天沒漲 反而開高走低 買超比重前幾名的 今天全部漲停 對不對 而且昨天大跌 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每天你必要做的功課 就是每天籌碼大師晚上的籌碼表格 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看比重 我們舉例來說 剛剛看到是一天對不對 我們看六天的 最近這六天 以張數來看 投信加外資買最多的是什麼 友達 宏景 買超張數最多的 這前15黨 買超張數最多的 平均漲幅是多少 7.94% 7.94% 外資加投信 買超 這六天買超前15名 每天晚上 我給各位看的大師傅 不是有籌碼表格嗎 六天的外投本比嗎 剛剛外投本比怎麼算 給各位看過了對不對 好 我們看外投本比 外資加投信買賣超 儲算股本 的前15名 這15黨股票 平均漲幅多少 以比重來看對不對 這是比重的表格 17.25% 是不是比重的比較厲害 比重是不是漲比較多 差10% 對不對 張數的是7.94% 比重呢 17.25% 差10% 對不對 是不是差10% 好 那我們看一下12天的吧 12天 外資加投信 買最多的是什麼 一樣 宏景日月光投共 旺宏 這15黨平均 這12天漲幅多少 13.13% 有沒有 這是張數的表格 外資加投信 12天買超張數的排行榜 那每天在大事業化 不是有 比重的排行榜嗎 12天 外投本比 來各位看一下 比重 12天外投本比 外投本比 最急重是宏景 2527 宏大 強帽這些 這些股票 平均這12天 漲幅多少 24% 又贏了 贏超過10% 對不對 張數幾% 張數13% 比重呢 比重24% 所以重點是什麼 看籌碼 你看的張數不是不對 張數是一個公開資訊 你任何網站都看得到 晚上的財經節目 你也看得到 大家都把張數拿來排行 反而買超拿起檔 買超張數都好 不是沒有用 但是如果你除上股本之後 就有落差了 所以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籌碼不是看張數 籌碼是要看比重的 籌碼要看比重 所以今天跟各位花了點時間 解釋一下 每天晚上的籌碼表格 因為最近好多新的好朋友加入 加入了之後 因為前面不知道 老師這籌碼表格到底是什麼 怎麼用 所以今天花了點時間跟各位分享 我們比較了一下 張數 反而買超張數排行榜的漲幅 跟比重排行榜的漲幅 誰比較贏 當然比重贏 贏得好明顯 對不對 所以每天做功課 當然要跟著籌碼大師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所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對各位當然有幫助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te8的QR Code 所以這些 是不是我早早就跟各位分享 籌碼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大戶用錢去投票 用錢投票的結果 不是舉手蓋章拍手 對不對 那是用錢砸進去的 用錢進去 當然他有他的目的 他有他的目標 他有他的想法 那我們就跟著呢 跟著錢 跟著大戶的錢 我再強調一遍 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看到的是籌碼比重 這個非常重要 張數是公開資訊 如果你按照公開資訊 張數去排行榜去買 其實真的不見得討得到便宜 不是錯 也不是不對 但是比重來算的話 他會更精確 因為他可以看得出來 大戶占這家公司持股的比重 他比重越高 是不是控制率越大 對不對 這很清楚 你看為什麼我們在上禮拜 上禮拜的 上禮拜因為放廉價對不對 所以禮拜二才開盤 當時我第一時間 就在節目裡面說什麼 大事業話跟各位分享 對不對 航運故意散裝了 鄭德和四維航最強 當時所有的散裝航運 都還沒動 是最近這幾天才動的 最早動了在 6月11號16號 最早動了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本來要比賽 但是因為漲天滿手太多 沒辦法比的這隻 叫鄭德 對不對 是不是 叫鄭德 叫鄭德 就鄭德一路大漲 從哪裡 鄭德真的漲翻了 他真的是所謂的 散裝航運的指標 是不是 從23塊多漲到41塊多 是不是 這兩天雖然回來 他是不是領先 為什麼你找得到鄭德 老師 就用籌碼的比重 籌碼的比重 籌碼的比重 就像我常說的 我把籌碼好的股票 先鎖在口袋名單裡面 我不會每檔都給各位 因為我們要買哪裡 我們要買起账點 起账點比較重要 各位看一下 5608 世衛行 世衛行 各位看一下 對不對 買在起账點 要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比較重要 那個才是重點 我只能不能說嗎 如果平常訊號出來 我們平常 其實也賺一大段了 對不對 賺一大段了 賺好大一段 要買在起账點 老師你怎麼知道 那個時候他會動 訊號 訊號怎麼出來的 籌碼好的股票 先鎖在口袋名單裡面 就是用比重去算的 大戶比重壓了很多 然後這是好籌碼的公司 然後發動的時候 通知你再進去買 所以其實最領先的還是 就是世衛行和鄭德 對不對 散裝行運最領先的 就這兩檔了 最領先漲的 所以你要跟誰 不是散裝行運這兩天大漲 我才跟各位說 6月十幾號就跟各位說了 早早就跟各位說了 6月11號鄭德 當時就要比賽了 只是因為他鎖太多 掌停板鎖太多張 沒辦法比而已 對不對 這些好的績效 我怎麼創造出來了 就是剛才跟各位分享 我看籌碼是看比重的 所以為什麼 我在大事業化分析的資金輪動 為什麼這麼精準 不是我很會猜 我也不是神 我是看著資金的輪動 怎麼去看它輪動 比重 比重還是比重 所以你昨天看到所有媒體告訴你 面板雙虎要噴 結果噴到哪裡去 今天還開高走低 你一定很歐 看了這些媒體 對 老師他不是沒買 他買好多 外資投心資金商 詹大盤全部大買 為什麼今天不會動 今天大盤又不是大跌 今天大盤還漲 怎麼會這樣 很歐 所以你看到比重 和張樹都不同了嗎 當然 因為我瞭解 比重的重要 因為我知道資金的流向 所以在經濟日報的比賽 我才能夠名列前茅 拿到冠軍對不對 你看 累積績效 到上個禮拜90.33% 初始資金 初期的模擬資金是500萬 已經變951萬了 951萬 不是多10% 500萬變成550萬 500萬如果變成550萬 你就自己做 從3月底到現在 500萬變成550 500萬變成600萬 差不多 正常 你就自己做 但是500萬要變成951萬 12個禮拜 今天是第13個禮拜 你知道變幾%了嗎 已經變成110%了 對 已經超過1000萬了 超過100% 已經超過1000萬了 這就是我的績效 這績效怎麼來的 就是 精準選股 你看 經濟日報比賽第6個禮拜 5月3號到5月7號 累積績效19.73% 從500萬變598萬 對不對 第7個禮拜仍然冠軍 累積26.82% 500萬變634萬 第9個禮拜又冠軍了 54%了 超過50%了 54% 500萬變成773萬 第10週 66.44% 500萬變成832萬 11週 73.69% 500萬變成868萬 到了上個禮拜 他沒有冠軍 所以經濟日報沒有出這張圖 不過他變成90.33% 951萬 所以你要跟著誰做 跟著全市場冠軍做 跟著籌碼大師 跟著冠軍操盤手 如果從三月底到現在 你的資金增加了50% 你就自己做 50%真的很棒 我們從三月底到現在 增加一倍 不是一檔股票 是整個投資組合 所以最近很多新的會員加入說 所有摳的股票 你都要買 而且平均買 每檔都買 然後我們做一個投資組合 下個禮拜我們出 下個禮拜來換股 這個就是所謂的金鑽計畫 我待會兒會仔細的跟各位分享 如果各位沒辦法準時 2點收看節目 井甘丹 籌碼大師你怎麼可以錯過 訂閱籌碼大師youtube的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一個段回來 無法自行製造的營養素 促進新陳代謝 活力 保護力 一定補足 善存 引保善存 泳存國際投顧 明知誠信 專業 客戶至少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扎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泳存國際投顧 擁有完善制度 抵制應軟體設備 補足投資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用精疲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永遠投資的不二選擇 永成國際投顧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永成國際投顧 入位專線02-2563-9777 02-2563-9777 大家好 我是醫師 我與病人一起面對疾病 捐血這樣無視助人的行動 正為他們寫下一頁頁新的人生篇章 我是姜溫俊 希望你成為下一個捐血人 他們幾位您覺得看起來像幾歲呢 看不出真實年齡的他們 都選擇Saintly芝麻咪EX 因為睡得好 年輕的體質跟心情 芝麻咪EX幫我打好了底子 而且不只是美麗喔 活力也會自然散發出來 他給我滿滿的活力 讓我可以去嘗試我一直想要挑戰的事情 支援青春活力的芝麻咪 可以幫助中高齡朋友的睡眠 活力 美容 保持身心年輕 外向自信人生 現在訂購免運費 再想10%增量優惠 馬上撥打0800 030 510 古墓掌門小龍女 冰星御劫金宅厚 深暗陽過伴相隨 神仙俠女人生送 7月2日晚間十點 金融武俠大戲神雕俠俠俠 殺死歐陽克的 並非禁隔隔隔 那是誰 殺你兒子的 是全真派的嫡傳弟子 老兄弟啊 你是不是很熱呀 你怎麼流汗 我不熱你走開 晚間10點射雕英雄傳 掌握市場先機 忠實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每週一到週五下午2點 籌碼大師林中興 五星看中興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歡迎再回到籌碼大師 上個階段跟各位分享 其實最近這件輪動 你掌握到了沒有 其實我們在這一波 從上上禮拜和這個禮拜 我們都有選擇什麼 選擇所謂的散裝航運來參賽 所以績效累積非常的快速 就是所謂的操作就是 你把資金放在匯動的股票 放在主流族群上 比較能夠在特定的時間 例如說一個禮拜 幫你創造比較大的報酬 這就是我們做法 其實就跟我們在經濟日報 比賽邏輯一樣 所以所謂的金鑽計畫是什麼 金鑽計畫就是 金鑽計畫就是 經濟日報的鑽石冠軍計畫 每個禮拜五 我們選擇一個投資組合 可能五檔 七檔 六檔 然後這個投資組合 我們買進去下禮拜換股 到了下禮拜五 我們再找新的標的 我們去掌握下禮拜 最可能大漲的族群 或者是個股 做一個投資組合 希望能達到什麼 這個績效 你希不希望這個績效變成你 變成你自己的 不是黑板上的 不是媒體上的數字 它變成你實際上 存折增加的比例 那不是嚇死人了嗎 90% 100萬增加90萬 1000萬增加900萬 對不對 而且多久 12個禮拜 一季都不到 你績效如果超過我 你就自己做 如果沒辦法達到 當然跟著誰做 跟著我做 因為我的邏輯是什麼 賺錢比速度 賺錢比速度 誰的速度比我更猛 一倍的獲利 到今天已經100多%了 100多% 這個禮拜我們選了 五檔航運股 當然五檔航運股 禮拜一漲停 禮拜二漲停 禮拜五 禮拜三昨天全部都跌停 對不對 禮拜一漲禮拜二漲 禮拜三跌 那還是賺 對不對 賺兩根賠一根 那今天好幾檔 又衝上來了 還有漲停板的 所以怎麼做 跟著我做 我們不但會選 所謂的散撞航運 我們選了電子股 也很厲害 這一檔 為什麼說會員好內行 我們金賺會員 買在當天 上禮拜五 買在340的 收356 會員已經賺16塊了 我是用什麼價錢比賽 用禮拜五的收盤 我們的比賽是356塊 會員買在340的 已經賺16塊了 所以會員的實際績效 比報紙的績效還要好 因為會員先買進去了 漲停板會員已經賺錢了 對不對 我們是這裡比的 上禮拜五比的 以356塊來比 會員買340的 這個項目還記得吧 尊榮會員已經有了 金賺會員 金賺冠軍會員 有沒有 工上350 今天我們現買現漲停 非常恭喜獲利虛報 當天就是買340的 收356 所以會員真的會算 老師你來比賽對不對 你是用收盤價比賽 那我們提幾年進去 可能已經先賺了2% 先賺了3% 像威風電子 已經先賺16塊錢 我們用356去比賽 會員是買了340的 所以跟著誰做 當然跟著我們做 這個就是所謂的金賺計畫 我們每個禮拜 幫各位選一個 最棒的 我認為 最能幫各位賺錢的投資組合 像這個禮拜 我們有五檔 閃中航運 然後三檔電子股 威風電子就是其中一檔 而且威風電子真的很強 今天就是怎麼樣 電子股有幾檔會 創歷史新高的 要湊新高 是不是湊新高 所以 來各位 你準備好了沒有 你準備好了嗎 你準備好賺錢了嗎 如果你有那個決心 你準備好賺錢 趕快參與這個金賺冠軍的計畫 金賺計畫 趕快 來 盤中集市的訊息 第一名的操作策略 當然你要跟上 這麼棒的績效 對不對 沒辦法閃 有選就是有選 沒選就是沒選 閃都閃不掉 完全公開透明 第三季的冠軍選股 接下來馬上又到了 第三季 什麼股票呢 你再不跟上 你什麼時候跟上 你還有什麼要考慮的 你做得比我好 你的報酬率比我高 你自己做 我給你拍拍手鼓掌 如果你做得不好 希望有我們的幫助 把資金做快速的操作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讓你資金 你的績效 一步一步的累積 讓你的存責的資金 一步一步往上墊高 這個就是你要的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這部專線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